最近黄金的价格可以说是窜天猴 大火箭 小母牛飞天 带闪电 那是直接就齐废了 我在9月底的时候就开始看多黄金 并且在咱们直播时多次提示黄金的机会 当时有一波非常剧烈 而且非常诡异的暴跌 我当时也跟大家分析过 大概率是美国和中国在打金融战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幅提高黄金储备 很明显有人在外面做局制造恐慌 让中国的收储亏钱 但是让美国没想到的是 中国收储黄金非常的坚决 在3月7号央行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 说截止到2024年的2月末 中国黄金储备7258万盎司 环比增加39万盎司 就是框框买进 这已经是中国央行连续16个月增加黄金储备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直接看图 这红色的线是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 绿色的是国际金价 可以看出中国这波开始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 是从2022年的10月份开始的 每个月都快速增加 从6261万直接增加到了7258万 16个月增加了1000万 增幅16% 而有意思的是 黄金的价格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往上走 从1620美元一盎司直接走高 最近金价直接突破2100 2200整出关口 创出历史新高 中国央行直接名牌就是买黄金 完全不掩饰 甚至西方阻击金价都被直接逼空 可以看出这种买入是非常坚决的 那是为什么呢 在经济学上 黄金价格的波动主要和供应需求通货膨胀 美元强弱 美债利率以及地缘政治有关联 地缘政治咱们谈的太多了 俄乌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巴以冲突是另一个 这两个事推动了黄金的需求 这种非常明显的避险情绪 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供需关系 黄金的开采是有成本的 如果黄金价格跌到一定的程度 采矿巨头就会停止和减少黄金的开采和供应 这个价格就是黄金的总生产成本 通常这种机会来了 都是黄金价格的历史大底 也就是说黄金跌到要考虑到成本了 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时候 这种时候才会出现 可能这人一辈子也就能见到两到三次 这里先告诉大家 记住我的话很可能会受益终身 现在黄金的开采成本 已经高达1200到1500美元一盎司 在那浮动 所以再看2022年央行出手的时间 正好是当时金价比较疲软 接近1500美元一盎司的时候 那么再说第二个因素 就是美联储了 以前咱们讲过 之前美元强 黄金就弱 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会影响到黄金价格的变化 虽然1971年金本位完蛋了 美国当时臭不要脸的撕毁和黄金脱钩了 但是黄金很长时间依然是美元定价 所以两者还有强关联性 今年中旬开始 美国大概率会进入到降息周期 美元会走弱 所以也会对黄金有一定的正面刺激作用 美联储加息到顶 降息预期发酵 也是支撑中国央行跟全球资金持续买入黄金的逻辑 现在因为地缘政治 因为美元的信誉它不断的崩塌 美国现在如此敌视中国 那么中国央行手里的美元跟美债就是最大的金融风险 哪怕是单纯考虑到避险 卖美元买黄金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另外近期大涨的比特币的背后 也有一些国际资金避险的影子 这些资金跟国家级别不同 他们也是因为美元不再可信了 要规避美国降息带来的风险 另外还有一个俄乌战争带来的风险 那就是2022年的6月30号 美国直接撕破连冻结了俄罗斯3300亿美元的资产 同年美国还冻结了阿富汗央行70亿美元的资产 这相当于是公开告诉全世界资本 我美国就是可以鸣强的 这种公然违背西方契约精神的做法 自然让感到害怕的资金逃离美国 所以其他大国肯定是大笔买入黄金 2022年一年黄金净买入量就直接突破了1135吨 创出了历史新高 另外讲到这了 就必须得强调一下美元的信誉风险了 美国政府债券去年9月份就突破33万亿了 到了12月底突破34万亿 现在美国的外债根本就收不住 只会继续的扩大 那34万亿是什么概念呢 接近中国2023年GDP的200% 美国现在严重资不抵债 而更要命的是美国利率现在是5.25 每年要付的利息就占美国财政收入的20% 这种沉重的债务负担是不可持续的 预计2024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就会超过1.2万亿 这个雷它肯定会爆的 美国现在急需要靠战争来解决内部的问题 所以这个风险它不得不防 最后一点就地缘冲突和战争 这三年乱七八糟的事就没停过 俄乌战争还看不到头 美国现在就死撑着 最近美国CIA头子伯恩斯 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 回答了关于乌克兰的问题 他说我们一定要让乌克兰挺住 这样北京看到了就会感到害怕 就不会轻举妄动 现在中国这边连公园里缠练的大爷都知道 美国在乌克兰跟中东地区继续是泥足深陷 对于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而美国顶层决策机构依然觉得继续拖下去 能吓死老公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现在的情况在历史上真有一个相似的 那就是2000年的时候黄金大涨 当时飞机撞大楼 紧接着就是阿富汗伊拉克 再加上08年金融危机 国际金价从200多美元直接起飞到1800多美元 涨幅惊人 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 黄金的大行情往往来自于全球的割裂 货币的失调 美国的内乱 很多资金都不得不找一个避风港 乱世藏金 它绝对没有毛病 所以现在金价虽然说积累了不小的涨幅 震荡之后大概率还有向上空间 面对乱世中国央行自然要做足准备 所以我看谁再说一句见证没有用 你不懂国际市场 不懂地缘风险 你在资本市场里 它真赚不到钱 哪怕你不做金融的 你也能知道自己所处的大环境有什么变化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人无远虑是必有尽忧 各位一定要记住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